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塔罗占卜 就是看一下你在哪些领域比其他人更富有 这个富有不单单是指财务的富有 也可能是精神层面的 或者是艺术、文学、智力、人际关系等等 请从这下面四个罐子当中选择一个你最有演员你最喜欢的 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安静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结盘环节 今天我不用塔罗牌 我用头子给大家摇一下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 第一组的小伙伴好厉害哦 这个配置和当今的俄罗斯的领导者 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一样的 说明未来的你会在与你的职业和公众生育的相关领域 比别人更富有 要比别人更加有权利 你可能会在职业生涯中 渴望获得认可与领导力 甚至可以改变或重塑你所选的职业领域的结构 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所以在你拥有权力的时候 你的挑战可能就是 你不得不以权力斗争的形式去得到这些 或者是你的职业以及你的公众形象 有时候会经历一些非常剧烈的转变 选择了第二组的小伙伴 这个头子让我想到了塔罗牌里的影视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对神秘的 未知的领域非常有兴趣 在你的人生的某个阶段 你可能会去砖演这部分 选择了这组小伙伴有没有活跃在心灵学领域 或者是神秘学 也包括一部分的心理学 甚至有在监狱工作的吗 或者是平时喜欢修仙这样子的 我感觉你比较喜欢独处 远离城市 而且你并不会感觉孤独 你的内心世界会越来越丰富 你非常重视自己的心灵的成长 你很多选择都不是物质层面的 而是以提升自己的灵魂层次为导向 所以从外界看来 他们会觉得 有一些人会觉得你有点不接地气 但是你知道这是你的灵魂的追求 他们只是不理解 看不透罢了 这组小伙伴也经常会在幕后 为他人服务 提供很细致的关心和帮助 这些关心帮助可能是外人看不到的 甚至是一些医疗服务 比如说你可能会照料一些人 而你的服务和付出是非常隐藏的 难以去物化或者是量化的 有时候你可能甚至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去处理那些 来自于潜意识层面的 他人的或者是你自己的或者是大众的那些恐惧 或者是关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你要去承载一些 大家心照不宣 但是没有办法去物化的一些责任 这个手对你是很多的挑战 但是当你突破这些挑战的时候 你就会收获很大的灵魂潜意识层面的成长 虽然你辛勤的那些工作不会成为大家的焦点 但是它确实每天都在发生的 而且它对你的个人的成长 以及那些你去服务的人和事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 换句话说 你的成长已经突破了物质层面的那些可见的东西 而已经涉及到了我们看不到的精神领域 在那里你将得到日积月累 与日俱增的成长 选择了第三组的小伙伴 如果你对亲密关系 我指的是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有兴趣的话 那我就要恭喜你了 你一定会体验很多 经验丰富 因为这个头子显示了 你会在有关身心灵的融合 心理学 共享资源 更深层次的情感纽带 和情感联系相关的领域 甚至包括了生与死 极端的转化这方面 经验丰富 体验多多 而且你会培养出自信和主动的方式 去处理共同的财务事务 继承 或者甚至是合资的一个企业 这个位置表明 有可能你会面对 以及要克服 来自外界和他人的激烈的挑战 特别是与共享资源 或心理问题相关的挑战 听起来有点吓人是吗 不过这就好像是 你去墓穴探险 周围虽然漆黑一片 充满了危机 但是如果你找到了宝贝 你的收获也将是非常丰厚的 这对于热爱探险的小伙伴来说 这种人生可能非常有意义 有兴趣 而且绝对不会枯燥 就好比你的人生体验不是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 而是那跌宕起伏的过山车 好好享受这种惊险和刺激吧 选择了第四组小伙伴 你会发现你天生就比很多人善于沟通 表达能力丰富而有趣 你会吸引浪漫的爱情关系 而且非常有趣 不管你年纪有多大 你都容易吸引到比你要年轻的伙伴 孩子们会喜欢你 你会发现信息和消息 自然而然的就聚集在你的周围 你总是第一个知道各种消息的那个人 很多人惧怕的美光灯的焦点 或者是舞台表演 对你来说你毫不畏惧 信手拈来 而且你也会发现自己的才华与天赋 非常的多 学习新的技能 你也比别人更加容易 你从来都不缺爱人 你的恋爱经验非常的丰富 不过你的挑战可能就是 你可能更需要去专注在一个高等教育上 去提升自己 去参与 比如宗教 人道主义 和社会事业 等等这些 射手座 掌管的领域 反而能够给你带来更广阔的视野和体验 也许在你的人生中后期 你会结交一大堆的异股朋友 或者是进入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文化领域